好,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优秀的格式转换软件 就是它叫做格式工厂 就是在这样一个网站里面,我们可以下载PC free time 下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 下载之后的文件 可以直接安装 为什么我这里要讲一下安装呢? 因为这里面它有很多的那些 就是那些广告软件或者说我们不喜欢的那些流氓软件捆绑在这里面 但是它是可以选择不安装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比如说这些 这些我们都不希望它出现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点cancel 然后这个第二个流氓软件我们点 拒绝,第三个点拒绝,第四个点拒绝 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所以它捆绑的一些广告软件 为了能够保持它的生存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选择不安装 好,安装完之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软件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运行它之后,它会安装完之后它直接运行 所以它这里面,这个软件非常好用 你可以进行任何格式之间的转换 比如说视频之间的转换 音频之间的转换 还有转换,还有转成图片 还有,然后你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来试着 比如说我们试着转换的MP4 然后我们找一个 找一个video 随便加一个进来 确定,然后转换这里面 你可以看它的选项 它可以转换所有的变成另外一个格式 但是它也可以分割 比如说它可以从开始 从任意的开始的地方 可以任意结束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分割的这个目的 然后它可以裁剪画面 可以对这个画面进行裁剪一部分 然后可以加我们自己的字幕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选项 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各种质量 选择这视频设置里面 还有一个功能呢 你可以把里面的音频给去掉 比如说这里关闭音效 你可以关闭C4 这样的话它可以把所有的音频 从那里面去掉 音量 然后你可以附加字幕 可以加字幕文件 然后也可以加自己的随印 所以 确定 确定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开始转换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 转换 比如说你想把从视频里面 把音频给取出来 你可以听见文件 这样的话 可以把音频取出来 直接把音频输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截取部分的画面 或者截取某一段时间的画面 一样的 输出设置里面 你可以设置这个音频的采样率 好 这是音视频转换 跟分割 那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图 还可以转换成图片 还可以 从DVD或者音乐视频里面转换 还可以放叠进去 转换出来 然后 在高级功能里面 我要提一下 就是你有两个视频 它可以把它合并 合并成一个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还有两个音频文件 可以把它合并 它甚至可以把音频文件 和视频文件进行混流 如果这里面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它默认是输出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选择输出到其他地方 然后它还可以使用多线程 使用百度安全扫描 我就不推荐这个安全扫描了 这也没什么用 一般媒体文件也很少 好 谢谢